第341张愿者上钩 当韦渊和张少荣赶回去的时候 整个营地都陷入一种极为激动的情绪中 韦渊看向被众人簇拥着的一行人 是敬畏分明的两批人 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些全部都是修行者 张少荣的动作也顿了顿 他看向旁边的董岳峰 道董教授 这是董岳峰语气也有兴奋 低语道 他们就是有办法进入地灵的人 什么办法 老教授的视线落在那些人身上 道他们说 他们是李家和王家的后人 李家王家 秦将军李信 还有武成侯王俭 通武侯王奔 他们说祖里还留着这三位将军的僵印 魏渊谋子威脸了下 张少荣也不知说什么 这三位都是始皇帝时代的天下名将 李信法处的时候 如果是不是秦国大臣昌平君 以其楚国公子的身份反叛 将李信托住 被楚国名将项燕以义待劳 未必不能拿下楚国 而大秦封侯者七人 王氏父子占据其二 和其其名的除了那转车轮的因人烙矮外 便是商鞅 魏冉 范居 吕不韦四人 都是文官 商君变法 四人秦乡 远交进宫 其货可居 武将封侯的为此二人 至于理由 除了一开始的韩国 其余五国基本上这父子二人灭掉的 法楚的路上顺便放了个水就把魏国给收了 父子二人都凶悍得一批 张扫荣道 他们的后裔 秦国军功可以传给儿子的 魏冤道 王氏 王俭将军的后裔 是狼牙王氏 王羲之那一脉 李信将军的后裔 在汉时为隆熙李广 李广战死后 李敢被冠君侯所杀 李灵先于匈奴 这一脉的后裔 隆熙李氏 李堂皇氏任李广为祖先 击败李信将军的项燕 是楚霸王项羽的祖父 而王俭将军杀了楚江项燕 他的孙子王黎 被项燕的孙子项羽所杀 历史在这一瞬间拉开一条线 现在的李家和王家 是用超凡修行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类似于特殊方式存在的宗门 但是 其实的军印 哪怕是能够传给后裔 这样一代代帝传下来 真的还有用吗 为冤枉远处看了看 收回视线 看向这些修士 在一段商议之后 那位叫做王光鹤的中年男人走过来 道 我们可以拿出家传的宝物 只是希望这一次禁地灵 我们这一族的人也能参与进来 对方拿着进入地灵的重要关键 谁也不知道 进入地灵之后会不会还有类似的情况 再加上这些人都是有自家传承的修行者 最终这些要求都被满足 不过现在却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摆在众人眼前 东西是有了 理论上也能够通过 但是谁去尝试 在这之前已经有各类修行者使出浑身解数 仍旧是险些给诸杀 损失的法宝 妖兽 机关之类的不知道有多少 那一百步里现在到处都是混乱的灵气激流 而想要用将领去驱使十二惊人之一 毫无疑问需要靠近 一不小心失败 或者说无法命令 这是真的有杀身之祸的 谁有把握近距离避开那一箭 众人回忆地灵里面的巨大剑痕 都有些不安地陷入沉默 亦或者故意潜藏实力 不肯露头 魏冤心中沉思 缓声开口道 那么我去试试看吧 众人看向他 魏冤笑了笑 道 我也想进地灵里看看去 可在外面做研究不同 进入地灵的机会肯定不是谁都有的 有人心中浮现出一种想要试试看的冲动 可是看到那巨大威武的大秦惊人 却又一下子没了勇气 王光赫眼底浮现喜色 从旁边一名青年手里 取出了句传说是从王俭那里传下来的将领 魏冤接过 手掌摩缩上面的纹路 心中复杂 他那一世的祖父在武安军摆起麾下笑力 父亲则是随王家父子征讨六国 大秦军爵如果父亲战死的话 是可以积累到儿子的身上的 所以人人好战 这个律令也导致他能参与铁英瑞士考核 而在他讨伐东营之神 带着海途回来后 得到了军爵提升 当然也只是军爵提升 相当于荣誉 无论是作为直己郎 还是作为铁英瑞士 他不需要兵权 军功爵也就相当于某种特殊的赏赐待遇 这一枚将令 对他的意义比较特殊 但是就连当初真正意义上的大秦之剑 军神王俭也已经随着岁月灰飞湮灭 后世子孙成为世家名流 王氏子弟近接林郎美誉 和最初的军武世家已经截然不同 他见过王俭将军 长相 嗯 很威武 狼牙王氏 阿亮年少的时候也是在狼牙郡生活 也见过了几个狼牙王家的子弟 魏渊手握将领 步步往前 众人都紧张看向他 这一片营地里面煞时间有些安静的过分 魏渊倒是沉着 众人在后面也看不到他的眼神 所以只以为他心中也是紧张地厉害 魏渊走入百步之内 大秦惊人尽无意动 众人心中稍松了口气 更是屏住呼吸 盯着事情发展 已经有人开始懊悔 早知道安全的话 就自己亲自上了 只是现在懊悔也已经没有用处 魏渊在金人十二步前站定 手持将领 看向大秦金人 道 金某有要事 欲见陛下 还不速速退下 哈 众人面色一致 不是 是让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这样语气和态度 就不怕真的激怒对面吗 那么大一把剑可不是面糊捏的 谁都知道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 现在只是在赌 赌这十二金人毕竟是死物 认东西不认人 否则的话 就根本没法子 除非动用大型法阵或者兵器 可是那样很容易造成伤亡 并且让地灵坍塌 可你这态度 是真的把自己当作大秦的将军了 拿着鸡毛当令箭 不怕死吗 正在众人心中懊悔怒气的时候 始终出手狠辣 肃然威武的大秦 惊人沉默一会 似在辨认 突然退后半步 道 原来是将军 将军要见陛下 自无不可 然则他人 并无君爵 为冤缓声道 我有要事 必不会让他们打搅陛下的安眠 更不可能让他们威胁陛下安危 他声音顿了顿 坦然道 连我都信不过吗 十二金人陈塑达道 天下无人比将军更在意 使皇帝陛下的安危 退下 诺 众人呆若木鸡 看到那青年仿佛真的将领 而先前一人当官的大秦 金人拔起巨大秦剑 脉步往左跨出三步 竟然真的将道路让开 而秦剑归竅 再无威胁 为冤提着王家将领 看着前方出现的道路 转过身来将将领递出去 开口打破了沉默 道不愧是王俭将军的将领 真的厉害啊 啊 是 是啊 王光赫回过神来 答应了两句 然后让一名王家的修士快步 过去把将领带回来 那名青年小跑过去 无比郑重地接过了将领 握着将领的时候 心中有一种冲动 想要拿着将领释放命令 但是抬起头 发现那巨大金人 根本没有看向自己 一种尘速冰冷的气氛 仿佛泰山压顶 将他的小心思打消掉 不知为何 他觉得自己如果开口 会被一剑兜头披下 当即打了个寒战 又捧着那将领跑回来 王光赫用显而易见 比之前更慎重的态度 保管好了这将领 而后看向其余人 李家的人手中 也有理性的印象 研究员们很快做出了决定 挑选人员 开始往里面进发 张少荣凑近过来 赞叹道 阿渊你真厉害 能号令那金人 魏渊摇了摇头 道不是我 是那梅将领 张少荣笑了笑 不置可否 他补充了一句 那你的胆量也比其他人大很多了 不愧是你 魏渊没有多说什么 随手把一瓶带回来的 矿泉水抛给他 董月峰负责往里 而那位受五雷路的道人 也随着往里 被挑选出的研究员 都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那位最严肃刻板的 刘教授在外面 翻看了下资料 皱了皱眉 道 奇怪 怎么了 王简是彻侯军爵 再加上常年在外 他的将令 怎么能让负责 驻守咸阳宫的十二金人听令 而这个时候 众人已经进入了地灵之中 在外面的人发现 那十二金人之意 重现变化到两米左右的高度 居然也随着那些人 一柄进入了地灵当中 众人彼此对视一眼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大部分人都急切地往里面走 魏渊在地灵里面 故意落在了最后 进入地灵的契机已经出现 至少是在其他人的眼里 已经出现了 所以 肯定有谁会进入这里 魏渊脚步一顿 等在这里 果然 才没有多久 就有数道身影脱离了前面的队伍 转身往入口位置走来 趁着机会 把入口封死 嗯 这样就能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那是钱藏在王家和李氏人群的人 正在准备阵法和火药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轻响 两人下意识挤背紧绷 转过头去 看到了那巨大的金人 又看到刚刚主动上前的研究员 神色稍缓 旋即嗓音低沉道 你听到了 魏渊道 把入口封死 你们想要什么 两人声音一顿 看着魏渊 眼神冰冷 起身之后 靠近过去 其中一人迟疑道 金人还在 为首者冷笑道 他已经没有降令了 怕他 也是 两人瞬间抱起 一上一下 厮杀向手无腹肌之力的研究员 杀气腾腾 后者像是吓傻了似的 停在那里不动 只是嗓音平静道 留下一条命 两名羞逝道 留你的命吗 你跪下喊爷爷的话 我能给你个全尸 忽而 他们感觉到一股滔天的杀机覆盖下来 动作一致 而后 灵力速杀的气机爆发 仿佛天都被压低下来 一道残影从上而下 斩出一道弧线 兵器被折断 法力打入对方体内 如泥牛入海 毫无波澜 而那巨大沉重的兵器重重砸落 两名潜伏的修饰口喷鲜血 其中一人直接被拦腰打断 当场阵亡 另一人同样身受重伤 重重砸在地上 眼见将死 这一进一退 转瞬而已 他倒在地上 只觉得浑身筋骨巨痛 面色煞白 看到那研究员神色平静 争得剧烈名笑声中 有巨大的琴箭重重抵着地面 惊人肃立 煞气一散 重伤的修饰双目茫然 恍惚之间 几乎以为自己来到了古代的战争 几乎要忽略那年轻人身上的现代衣服 怎么可能 他明明没有降令了 为冤俯身下来 问道 你们的目的 修饰心中下意识闪过了此行的目的 被召集而来 他们并不清楚主持者是谁 但是知道要负责做些什么 目的则是地灵当中的至宝 以及伴随着使皇帝而存在的巨大气韵 现在这个时代 气韵这种模糊存在的东西 具备有远超一切宝物的力量 魏冤的声音似乎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让他几乎下意识开口道 大争之事 占据气韵 才能成事而起 想要夺取地灵里面使皇帝剩余的气韵 壮大家族 开口之后 才突然惊觉 面色难看 道 你 你做了什么 你是谁 他看到那名青年抬手往前 空气如同水流涟漪一样散开 一柄宽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修士心中察觉到不对 就要后退 眼前寒光一闪 咽喉已经被切开 这一见面就对魏冤下杀手的修士 捂着咽喉蹬蹬蹬后退 似乎不敢置信自己就这样死了 魏冤转过身 看着背后伴随着自己进来的十二金人 道 令 他的剑跨在腰间 一手扶着剑柄 地下长年 如震此地 无我令者 不可入 不可出 有敌意杀击者 皆斩 冰死的修士双眼瞪大 最后残留的神色凝固成了惊恐 因为他看到十二金人持剑躬身 如此熟悉 仿佛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 开口回应 诺 声音顿了顿 道 灵少上造令 将后路堵住之后 魏冤重新去追赶前面的人 现在后路被堵死 前面还有地灵当中的各色机关 往中捉鳖 不过 还有其余势力 魏冤想到张若素的话 手掌握了握剑柄 其他的势力 高丽 百岳 他不清楚 但是英导 那徐福一定会有所异动 至于原因 因为徐福在恐惧 年延2200年的恐惧 魏冤挥手散去了风尽声音的阵法 福建大步往前走去 第342章默家机关 英导天之狱中主神神殿 仍旧还是古时候方式装扮的徐福注视着放在前面的资料 面色苍白 陷入一种绝对死寂的沉默当中 从神到茶的时候 只是动作稍微大了一点 就一反常态地勃然大怒 拂袖将那从神机出神殿 下去受罚 恶脚被打破的从神跪在地上 坠坠不安 在这种强迫之下仍旧保持着相当驯服的服从性 道 是 是 从神卑躬去西地退了出去 徐福端起茶 徐徐吐出一口气 面色恢复理性和镇定 看上去就像是一名现代男人的山君双臂环抱 依靠在旁边 看到资料上写着 离山地灵出现变故 这是被故意放出的消息 但是作为阴导的主神 徐福哪怕已经被岁月所冲刷 不能够和风华正茂时代的自己相比 仍旧有方法得到更深层次的情报 使皇帝十二金人之意出现 徐福心里低声自语 手掌无意识钻紧 五指发白 有必要吗 山君道 使皇帝已经是死了 徐福回答道 他确实是已经死了 山君痴笑一声 会被一个死人所震慑住 徐福啊 你难道不懂得生死吗 不 方氏眼底有着惊惧与恐怖的感觉 两千两百余年的噩梦 如同阴影一般的笼罩在他的身上 他以为这恐惧伴随着那个人的死亡 已经灰飞烟灭 但是此刻才发现 恐惧仍旧如同蛰伏的毒蛇 从不曾离去 他如此答道 是你不懂使皇帝 徐福最终起身 看着东海的方向沉默了很久 使皇帝十二金人之意的出现 让他辗转反侧 永远无法安下心来 也让这两千两百年的恐惧最终发酵而出 最终徐福沉默凯探 取出了离开神州时候所用的兵器 踏出了东海 往神州而来 在得知消息的几天里面 他至少要弄清楚 使皇帝陵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不将此事解决 哪怕是他已经成为一帝的神王 仍旧是心中不得安稳 在十字警教里面 将红宝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去尝试琢磨和掌握从天使那里得到的 更专业有效果的祭祀方式 这件事情只有抚养他兄弟两个长大的老人知道 所以在这几天里面 没有激起什么波澜 而距离警教教堂不远的花店里面 将红宇仍旧在收拾整理他的花田 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在寻找一朵最美的与美人花 几乎已经花了十年时间 这其实让看着他长大的那些警教修士们好好松了口气 因为像红宇的性格 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沉稳平静的 他一开始性格极为霸道为我 如果不去管的话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但是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像红宇的力量太强大 如果说是像红宝搞事情 会被拎起来一顿胖揍 换成像红宇 很有可能是他们被揍 一切事情转变在于有一天大雨 一味信众带来了一朵与美人花 虽然所有人都不知道 像红宇所说的 最美的与美人是什么意思 哪怕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仍旧孜孜不倦地寻找着 一边看着植物学的论文 一边在旁边记录下自己感兴趣的点 桌子上放着前几天 像红宝离开之后 在门口找到的那一柄断枪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直都有洁癖的自己 是为什么会把这柄枪刃带进来的 不过也因为洁癖的原因 像红宇相当嫌弃地 把这把枪的枪刃刷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直刷得跟新的一样 这才满意地放在桌上 而这个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是红宝吗 像红宇答应了一声 穿着蓝色衬衫 打开了上面的两个钮扣 衬衫因为肌肉健硕而有棱有脚 袖口卷起 目出手臂 喊了一声 把读书时才会戴上的 无矿眼镜放在书本上 一身慵懒的居家装 穿着拖鞋走过去开门 魏渊的角力很快 轻而易举地追上了大部队 大部分人 无论是研究人员 还是说怀揣着各中心思 混进队伍里的修行者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已经被这一座巨大浩瀚的地宫所占领 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人敲无声吸地脱离大部队 又敲无声吸地赶了回来 唯独张扫荣找到了他 道 阿渊你刚刚去哪了 怎么没看到你 为冤枉像张扫荣 顿了顿 达到 看了看旁边的陶勇风格 和外面的比起来 要精细不少 所以看得有些出神 张扫荣爽朗笑道 正常 地灵里面的陶勇是按照军队来排列的 之前开发出来的 大部分都只是前军 绝位最高的是一位大梁造 应该是前军之将 现在应该是要到中军了 军团不同 铠甲细节上可能会有所变化 用来区分部署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的地方 魏冤点了点头 心中想起以前好友的说法 内外两重成员 成员四面门雀 形至为三出雀的属天子之理 真正的地宫 完全是按照咸阳来仿造的 是死如是生啊 记忆里的好友感慨 旁边的张扫荣恰好也在这一瞬间 说出了这一句话 魏冤脚步顿了顿 望向旁边的青年研究员 研究员转身笑道 怎么了 没事 张扫荣笑了下 然后掏出一瓶冰封扔给魏冤 笑道 刚刚买的 渴了吗 魏冤道 有点 好像是从秦代开始的习惯 每次厮杀和战斗都会拼尽全力 每次也都会累得厉害 需要喝水 他刚刚还在考虑要不要用一下法术弄点水 不过现在张扫荣居然带了饮料过来 这东西比起法术弄出来的水 口感要好得多 魏冤猴杰动了动 道 这地方 喝冰封是不是不大合适 张扫荣眨了下眼睛 笑道 你难道要偷喝酒吗 这还是算了 魏冤接过冰封 用施展了障眼法遮掩住的剑的剑柄卡着开了瓶盖 和张扫荣碰了下 打着手电筒走在这外城区和内城区的中间 其间稍微交流一点想法 魏冤道 扫荣你这次事情结束之后 贵平一下职称吧 张扫荣道 大概会吧 魏冤道 之后喝一顿酒去 张扫荣笑道 那没问题 我肯定把你喝趴下 他们两人走在后面 前面却突然传来了骚乱的声音 两人对视一眼 面色变化 齐齐加快了脚步赶了上去 分开人群 看过去 竟然是在这里发现了一座新的陪葬墓穴 是陪葬墓 比起普通工匠的陪葬墓穴来说 规格上更高 这是官员 而且不低的官员 这样的人照理说不会陪葬才对 董月峰名男子语 满脸不解 里面的墓葬打开着 一名男子 已经化作了白骨 就趴在那里 满地都是散乱的竹简 是墨家的学说 这是秦墨最后一代巨子 众人惊呼 声音里有着难得的惊喜 魏冤看着那一身白骨 却突然回忆起来当年那个不修蝙蝠 却又有着金氏大财的秦墨巨子 铸造十二金人 修建十皇帝陵墓的机关 你们两个做个选择吧 尹号点 一个人做直己狼 在外负责护卫陛下 一个就做少府 来管理那些行徒 尹号点 我来吧 冤 我早就想要做做将军了 一片嘈杂里面 魏冤像是个局外人 看着白骨 脑海中却仿佛记起来那一张粗狂 却傲慢的脸 还有仍旧稚嫩的自己 墓穴里面 定然是墓主人最看重的东西 这里只有散乱的竹简 历经两千余年 这上面的文字仍旧清晰无比 是众人所期望的也是最重要的收获 为冤走进去 没有找到墨加纳丙剑的痕迹 转过头来 看到张扫荣俯身下来 看着那白骨 最后叹了口气 从怀里掏出一些东西 放在那白骨旁边 赤核桃 葡萄干 最后是一个手机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动作 除了魏冤 张扫荣看了一眼魏冤 道 他一定是最后修建史皇帝陵墓后 觉得心中再无遗憾 才会选择作为陪葬者 将自己埋葬在这里吧 看这些竹简 他早已经有了准备啊 是要永远守在自己最大的节座前面吧 在这个念头之前 生死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不管是谁都无法选择如何去出生 但是可以选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一部分人留在了这里 搜集和整理这一部分墨家的典籍 而剩下的则打算往前继续探索 这个时候 董月风站起身来 毕竟年纪大了 这一下眼前煞石黑了一下 直接朝着后面到了一步 青砖被踩下去之后 发出了一阵清脆的机关声音 而后 众人的脸色煞食一变 高声喊道 快趴下 周围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个机关弩 刚进的弩使报射而出 那位跟着来的五雷路道人抬首施法 但是不知道为何 他的法术居然连原本一成的效果都没能发挥出来 只能勉强将那些夺命的弓弩全部拦下来 而董月风则是满有办法拦住 直接摔下去 魏渊在旁边 直接拉住了老人 拳击感觉到了这一个坑洞的古怪 一股巨大的力量拉扯他往下 魏渊心思转动 顺势踏了下去 张扫荣下意识抓住他的袖口 而这个时候 张扫荣也只是个普通人 被连带着一个亮枪 直接摔了下去 机关煞食关闭 众人被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满是死寂 而魏渊三人已不在这里 第343张獠牙线 局面展开 魏渊 张扫荣 还有董月风摔入了机关 就像是给所有人头顶都泼了一盆冷水 所有人瞬间都从寻找到真正的墨家传承的机动里冷静下来 这里不是他们曾经去过的遗迹 这里是秦始皇的灵寝 是神代立下伟业的帝王长眠的居所 有着墨家最后的踪迹 有着足以再入史记的机关 留下一部分人待在这里 剩下的人往前探索 保持联络 所有人都小心点 这五雷路的道人调动气息 终于察觉到了不对的地方 这里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在压制着他们的修行方法 而且这里毕竟是始皇帝的灵木地宫 积蓄有极为浩瀚的阴气 他的五雷法被极大压制 而其余修士也大多发现了这一点 但是仍旧选择要继续往前 那名道人沉默了下 点了点头 带着强烈要求的研究员 带着王家李师两脉的修行者 缓缓往前 一路上提高警惕 服录 法宝不要前递用出来 王光鹤起伏举顿 皱眉道 这里的大小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们已经走了这么久 居然还没有走出这一片区域 众人心中微沉 拿出手机之类的现代设备 发现这些设备都无法使用 就像是电子元件失去了应该有的功能 王光鹤心中默默计算自己的矫程 心底发沉 他们现在已经走过了真正长安城的宽度 但是这仿照长安城建造的地公墓穴 居然还没有走过这一段 这不正常 是莫加机关术 王光鹤心中泥南 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而就在他心中不安的时候 前面视线却突然开阔 只是比起刚刚走过的部分 挖得更深 走在前面的人脚步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下去 但是众人的心情却陡然一松 走出来了 但是当他们站在这心抵达的地方时候 神色却都发生变化 辽阔 第一个感觉就是辽阔 无边辽阔的前方 根本不像是陵墓能有的级别 前方能看到隐隐约约的壮阔沉闷 前阳城 王光鹤泥南 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里给他的感觉 几乎像是点兵的沙场 而背后 他们跨越了那么漫长的陪葬陵 前军 中军 后军 左翼 右翼 不知道多少独立的陪葬陵墓 此刻回忆 那根本就是一个又一个成建制的 军团 他们化作秦勇 守候在咸阳城前 有多少 几万 还是几十万 王光鹤感觉到背后脊椎发寒 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 他们在秦军和咸阳城之间 在点兵的沙场之上 那种潜藏在历史当中的杀鸡 让他心脏都忍不住加速跳动 而这个时候 先前还能保持和平的众多修士 在沉寂一瞬后 猛的分散开来 前方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灵寝 那里是秦始皇真正所在 哪怕试点蜡烛用的都是现代几乎于绝迹 难以见到的人鱼一族的高知 如果说先前还有合作的基础 那么在见到墨加点击之后 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内城里面会有什么 谁也不想要落后 那位道人只是护住了大部分的研究员 反倒是往后退却 却发现在踏入这里之后 居然没有办法再回去 面色一沉 脑海中思绪疯狂转动 这里是秦始皇领寝 而内部有山川湖海 有日月星辰 自成一天地 看来 想要出去 几乎不可能 而这里 下连地脉 终有君王死后之躯 还有不知道多少勤兵战勇 以及陪葬的工匠 因其沉重压抑 五雷法这样的神通法术被大幅度的削弱 相对应的 恐怕阴魂类的法术会被提升 王光鹤抢先冲到了咸阳城门前 在城门前 两尊和先前见到的金人一样的大秦金人沉默助力 浑身披甲 手持巨大战己 沉默肃然 肃杀之气冲天而起 王光鹤取出将令 高声怒鹤 我乃武城侯后裔 令儿等将后方之人拦截 打开城门 我要面见陛下 众人心中瞬间交集 这是要独占啊 两名金人眸子睁开 抬起兵器 咒杀的名笑声音升起 仿佛是猛虎的咆哮 一左一右 纵横交错展落 寒芒仿佛秋日的白霜 从戎地铺展开去 带着冷意 一瞬间 所有人都觉得遍体声寒 动作都凝制了下 而往前冲去的王光鹤 动作陡然一顿 重重的朝后抛飞 尖血从他的背后飞涌而出 那一枚将令被抛出去 落在地上 王光鹤重重砸在地上 尖血落在地面 染红白纱 众人的氛围一致 全己有无法解答的问题升起 为什么 为什么刚刚还有作用的将领 现在却失去了效果 而后众人很快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里是内殿 守备更为严格 那将领对外面的十二金人有效果 对于这看守地宫的十二金人 就没有效果了 众人气愤一下明智 而在这个时候 先前可以落在后面的一批修士神色 却依旧沉静 为首的人嘲讽到 狼牙王室也真的没落了 来地灵 居然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这里阴气沉重 2200年的地气继续下 根本不适合普通人战斗 你们能发挥出三成的实力 已经是平日里修行刻苦的结果 除非鬼修 那修士说着话 手里的兵器已经放在地上 上面密密麻麻 布满了一种阵纹 哪怕是修为在地的人 也能够看得出 这东西的造价不菲 而研究员们更是立刻辨认出了这兵器 这是 汉剑 不对 是剑盾 如果说未冤在这里 就能认出这两件兵器的特殊性 这是和九结账类似的东西 如果是历经生死的豪杰 所持的兵器在长时间的战斗和经历里面 会沾染这些豪杰的真灵残留 那里面蕴含着过往 记忆 情感 以及厮杀 伴随着低沉的斥令 这一对剑盾亮起 狂风刺起 以一口气彻底将这兵器当中的真灵残留全部耗尽为代价 曾经生存在过往的人得以短暂出现 那名舞雷露道人瞳孔微缩 他在那声音里面 居然听到了一阵阵沙哑低沉的吟唱 大风起西云飞扬 微加海内西归故乡 安德蒙是西 首四方 声音粗利而豪迈 最后一顿扫过风暴 这一首大风歌传播很广 但是没有谁听过有人能将这一首歌唱得如此豪迈如此悲凉 手持汉剑 眉目粗豪 大汉的舞阳吼 曾经洪门燕亲自面对霸王的梵快 以类似于养兵马和阴神的方法 出现在了这里 并不是真正的舞阳侯 而是单纯的战斗经验和力量的残留 背后出现了养兵马之法所孕育的兵马 梵快双目默然 注视着那两名大秦金人 手持剑盾 迎面杀上 他举起盾 手持汉剑 他的歌声粗狂而难听 但是没有谁能说出嘲笑的话 这里面有曾经真正的凡快的一生 有他的壮志和工业 此刻没有了那个发誓一生保护的男人 他如同不知畏惧的猛兽 其中一名大秦金人被生生击退 大秦金人 面对着大汉开国名将 众人头皮发麻 竭力退避开战斗的余波 而在这个时候 另外的 类似的神通波动一散出来 那名真修道人转眸看去 眼底只看到了一道残影 那是兵器 是的 兵器 一柄断裂的枪 将红鱼打开门 看到了门外 是仿佛与美人花一样的红衣女子 英气明媚 让向红鱼恍惚了下 可是还不等他开口说话 突然闷哼一声 仿佛有什么声音在耳畔炸开 向红鱼眼前一黑 以他的刚强和性格 居然在一个陌生女子的面前 昏迷过去 在昏迷之前 他听到了声音 枪刃的声音 还有仿佛 仿佛已经听到了千万遍的呼唤 地灵的墨家机关当中 一柄断裂的长枪抽击而出 如同斩裂苍穹的北辰 枪势直接将两名大秦金人和大汉舞阳喉咙罩其中 不讲道理 霸道蛮横 两名大秦金人被生生击退 凡快后退竖步激烈到让所有人 都心惊胆战的战斗转眼分开 一片死寂 像是传说的在线一样 战马踏着雍容的脚步 而穿着墨色铠甲的男子手持着长枪 脊背挺得笔直 一体乌黑色的战马第二次出现在了咸阳城的前面 西楚霸王 项羽 此刻来自东宁的天之狱中主神踏上东海的波涛 与其寻着霸王枪刃的联系找到了向洪宇 在秦始皇陵墓咸阳城之前 兵刃中所蕴含的霸王真灵 对峙着大汉舞阳侯凡快 旁观者们屏住了呼吸 如同神代最后的历史和传说重现 天下的英雄们彼此厮杀 唯独圣者能踏入咸阳 而这个时候 大秦执己中狼将睁开了眼睛 第三百四十四章启约五一 一片死寂 只有不知道那里的水滴落在砖石上 发出了清幽的声音 漆黑的地道 散发着两千余年积蓄的浓郁阴冷气机 哪怕是魏冤都感觉到了一种纠缠在身边的寒意 更不必说本身只是普通人 年纪还大了的董岳峰 他一只手扶着因为剧烈的惊吓而面色苍白的老教授 功法运转 以内气灌入老者的身体 逼开了那种阴冷的感觉 另一只手则是拎着慌乱之下坠下来的张扫荣 把他放在地上 就在刚刚 魏冤给他灌入内气 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只是普通人 张扫荣的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气息还很平稳 掏出手机 打开了手电筒功能 现代科技的冷条光音下把前面的道路照亮 泛着青铜颜色的砖墙 有着冰冷的质地 而地面上看到东西 却让魏冤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董岳峰的身子不受控制地颤抖了下 因为他们看到 在这机关底部的涌道里 到处都倒伏着尸体 他们身穿不同制式的铠甲 手中死死握着兵器 其中有额头绑着红色头巾的 也有铠甲有明显异族风格的 是曾经进入地领里面的盗墓军人 董岳峰开口 他慢慢恢复了冷静 他对于历史的知识 也在这个时候发挥出了应该有的效果 老人道 这是新莽时候的赤梅军 这个 这个应该是魏晋时期的铠甲 后照的石虎曾经挖掘过史黄岭 这个 应该是唐朝时候的皇朝军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沙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近代黄金甲 黄朝 董岳峰低声道 就只是这些铠甲 都已经是难得的骨物了 可是为什么 过去这么久了 他们的尸体应该早就变成骨头了 居然还玩好着 这不科学 可能是机关里的阵法影响吧 魏冤补充道 这不科学 但是很玄幻 董岳峰哑然 魏冤神色镇定 开了个玩笑后 吐出一口气来 道 待在这里不是办法 我刚刚看过了 这里的机关没有办法回去 但是墨家的机关 哪怕是秦墨 都多少遵循着非公的理念 这里应该不是死镇 我们往前走 前面应该还有出口 董岳峰迟疑 道 为什么不是死镇 张少荣答道 是死如是生 这里是仿照咸阳城所制的 咸阳城里道路彼此互通 所以这里不可能会制造绝对的死路 那也会堵住流动的气 在阴阳学说里面 是绝对的禁忌 他声音顿了顿 道 帝林是丞相李斯监管 他为人怎么样不说 至少学时上没有问题 而秦墨巨子 眷狂傲慢 对于自己的学派 却比谁都崇敬 张少荣和魏冤的解释 让董岳峰心中稍微冷静了些 只是他心中也有一丝疑惑 这两个年纪看上去并不大的年轻人 对于帝林的了解 似乎比他更为笃定 魏冤开口道 走吧 董教授 小心脚下 在这样的闲境里面 魏冤的嗓音却比往日更沉静温厚 也或许是周围幻境的反向衬托 让董岳峰心中安稳下来 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前 因为魏冤的小心谨慎 以及张少荣的知识 他们没有遇到太多的机关 即便是有 也被魏冤手中的剑挡住 这里毕竟只是外城一处陪葬幕下的机关 魏冤的身手足以抵挡得住 如果是内城帝林前的机关 哪怕是魏冤也不能保证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仍旧能够感觉到 卧剑的手掌传来阵阵发麻的感觉 足以剑的 哪怕已经沉睡了超过2200年 当年秦末所至的机关 仍旧具备有极端恐怖的穿透力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那可是神代啊 后来这手边关的 是王家的王黎将军 王黎 王氏一族 祖孙三代 皆为大秦一时名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魏冤的脚步微微一顿 张少荣也挡住了董岳峰的视线 老人跟着他们两人走 直到走到半途 才稍稍低下头看了一眼 这一瞬间 哪怕是已经经历过很多的老教授 都觉得一股良意从脚下蔓延起来 鸡皮疙瘩一下都起来了 尸体 不知道多少尸体 全部都倒伏在这里 这里的尸体员远比刚刚见到的那些更多 有的断臂 有的断了腿 有的甚至与连带着铠甲一起变成了一团 原本苍青色的砖石墙壁 直至此刻都是泛着黑的颜色 那是鲜血在岁月里凝固后残留下来的痕迹 董岳峰几乎可以想到 这些兵将闯过了前面的机关 走到这里 心思放松之后 被更为狠辣的机关所杀 他们的铠甲都扭曲 有些人的身躯都被挤压成一团 魏冤的神色正重 他将手中的剑拔出剑翘 右手握着剑 左手抬起拦着后面的两人 慢慢往前走 小心 少荣 你守在后面 董教授你在我们中间 嗯 董岳峰深深吸了口气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现在所能做的事情 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拖累 安静往前 而就在他们几乎已经要走出这个机关涌到的时候 突然却传来了咔嚓的清脆声音 声音在这个时候 带着让人心脏都煞时一紧的僵硬紧张感 伪约面色一变 中围的墙壁突然变化 伴随着低沉的声音 那有着冰冷色调的砖石像是复活一样 朝着中间推挤过来 要将他们挤成一团 这是神代的机关 哪怕朴实 威力却足称的上恐怖 头顶的转石也开始下压 魏约面色一变 抓住董岳峰的手臂猛地朝着前面掠去 而刚刚倒在地上的尸体 不知道以什么力量驱使 居然自行站了起来 手中握着他们的兵器 发出无声嘶吼 朝着魏约冲来 魏约手中的剑横斩 没有用剑气那种手段 纯粹的力量横斩将兵器折断 斩入铠甲里 而后直接以肩膀撞开了为上来的尸体 魏约很快想明白了理由 这里是帝王陵墓 必然勾连地脉 某种意义上 这里几乎是纯粹的 僵尸诞生的宝地 真的不愧是神代时期的陵墓啊 足足一堆千年资历的老兵将 皮自刃的让魏约的剑都能感觉到明显的迟钝感 无法一刀两断机关之所以被激活 就是这些尸体处碰到了什么地方 这些死于机关下的盗墓兵士 在怨恨的趋势下 想要让进入的人以相同的方法死在这里 就像是水鬼会把人拉下水一样 这是单纯的恨意和怨念 纯粹无比 魏约冲到了前面的墙壁前 脑海中疯狂回忆过去张寒曾经 告诉自己的那些机关之事 而董月峰只觉得自己的心脏疯狂跳动 今天的经历 比起他过去的几十年都来的刺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董月峰看到在被甩在后面的那些活尸里面 一名穿着沉重铠甲的男子缓缓站起 足足有两米三以上 那铠甲无比厚重 笼罩全部的身体 那是在魏晋时代短暂出现的重甲骑兵 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名骑兵居然穿着铠甲进入这里 他的腰间悬挂着某种异兽的皮毛作为装饰 哪怕是过去了千百年仍旧有一种滑贵的感觉 董月峰脑袋一猛 他所掌握的知识让他立刻判断出来对方的身份 拾了麾下的将领 后照的王族 是参与石虎挖掘地临死在这里的后照王族将领 但是距离还有超过两百步 应该来得及 正在董月峰这样想着的时候 那名骑兵将领怒吼一声 突然猛地抬起手掌 抓起旁边的兵器 那是一柄整体墨色的长枪 唯独任口雪白 显然也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名气 他踏前一步 咆哮声中 臂膀仰起 猛然奋力将这一柄墨色长枪抛出 长枪破空发出了让人心头一尘的恐怖名笑 直奔魏渊的心口 而魏渊正在解释壁上的机关 就仿佛没有听到那名笑一样 他根本没有回头 见到插在旁边 双手快速拆解机关 所有人 所有人都有防御危险的本能 遇到袭击会顺手拿起最近的可以当作兵器的东西 而他的手掌连去摸剑的本能都没有 而另一道身影毫不犹豫转身 背对着魏渊 手掌从旁边的士兵上夺取了一柄剑 重重下劈 那枪影被劈中 扭转了方向 枪刃和大半枪身直接洞穿进入了墙壁 可以见到其力量的猛烈 那名后赵将领的尸体怒吼 拔起一柄尘厚的战刀 已经猛的跃起扑杀下来 张扫荣手掌发麻 无法还击 而魏渊的手掌已经拔起了长剑 没有转身 因为转身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没有怒吼 没有开口交流 只是在那个恍惚 眼前仿佛看到了飘摇的大群战骑 长剑到迟 毫不犹豫 那柄剑几乎是贴着张扫荣的腰侧笔直刺出 奇迹的敌人被刺中 张扫荣吐息回气 用尽全身力气 手掌中的兵器猛的横扫 撕扯寒芒 那尸体将领无法避开 只好猛的跃起 避开了这一记沉重霸道 破绽极多的横斩 但是这个时候 魏渊猛的转身 悬身重批 横斩撕扯出的明光还没有散去 便被重重踢斩打散 而先前的破绽此刻直接消散 再没有了半分生机 化作了步步为营的绝杀 在魏渐将领所化活尸茫然的注视下 那剑正批斩中了自己 董月峰不知该说什么 他能辨认出来 这不是一套剑术 但是这似乎又是一套剑术 当其中一人批斩的时候 另一人会自下而上了斩 一个人攻左侧 另一人必然会本能攻向右侧 他们的招式无比契合 仿佛经历过无数生死的千锤百炼 会近乎于本能的弥补对方的破绽 如同两头猛虎 亦或者说 那是在苍茫浩瀚的平原上奔袭的苍狼 那是最擅长配合的生物 是聚集起来的猛兽 最终两柄剑刺穿了那名将领的厚重铠甲 而后左右交错 几乎将那名复苏的将领彻底绞碎 尸体动作凝固 仰天倒下 一片沉默当中 机关也被打开 魏冤三人冲入了这机关门 魏冤回神一箭 重重斩断机关 让机关坏死 闸门砸落 发出轰鸣般的声音 也将那些死而复苏的非人之被拦在闸门后面 董月峰只觉得手掌因为先前的精力而微微颤抖 张扫荣脸眸 嘴角带着一丝自嘲的苦笑 而魏冤将手中的剑归于笑中 阿冤 张扫荣叹气道 为什么不防御 魏冤答道 有你在的情况下 如果我还要回过头来面对攻击 那岂不是对你的侮辱 张扫荣道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魏冤注视着张扫荣 道 张扫荣 张扫荣 你已经这么明显 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 问号问号探号 董月峰呢喃着这个名字 脑海中却突然想到了一段历史 张扫荣 大秦最后的名将 表示扫荣 眼前的一幕让他心中不受控制地颤抖 理智让他怀疑斥责 而情绪则让他相信自己本能的判断 张扫荣 亦或者说张扫荣滴滴叹息一声 不知该如何说 魏冤也不知该怎么样 面对这个曾经背弃大秦的好友 沉默了下 问道陛下呢 张扫荣答道 我这一缕残魂回来之后 没能再见到陛下 此气如旧 陛下已陷入长年 他们是不会用死亡来形容君王的离去的 此刻魏冤敏锐听到了前面地面传来的厮杀声音 眼眸神色一粒 道 接下来的事情 待会路上再说 我们上去 好 灾人往上面奔去 为了防止董月丰在这里受到机关的伤害 魏冤以御丰的方法将老人带着 而在路上 张扫看着左右熟悉的场景 复杂叹道 我和你说过 阿渊 我希望能够带兵打仗 成为不是初的名将 我大秦的男儿没有谁不想要在战场上博取军功的 可王俭将军 蒙田将军都说过 我不是那种能成为大将军的人 我不服气 我的领兵作战不逊色任何人 他自嘲道 可是 后来我才知道 我真的不适合去做一个大将军 真正的名将 要面对的不只是战场 还有局势 将与他坑杀我大秦的同袍 那个时候 我真的想要去一口气拼了 但是还有剩下的老秦人 他们怎么办 我带着他们去死吗 历经万死走在这里 谁都不想死 又或者我们战死 要让那些对大秦恨之入骨的人 去做大秦的王吗 就只是这样的迟疑 等到我回过神来 已经被那个时代裹挟着往前走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知道 不是武安君 不是武成侯 不是那种能够有资格改变天下局势的名将 钟其量只是一个能统兵的人罢了 我能在战场上厮杀 却无法左右局势 甚至于无法做自己 张涵眼底茫然了一瞬 而后自嘲道 这只是我自己这一个败者的自言自语罢了 我从不曾想背弃大秦 但是时代却总是会洗卷着我们起伏 那个时代啊 真是残酷 总是把每一个人都逼到最不愿面对的地方 不过 至少这一次 我可以与你共进退 他手掌轻轻扣机心口 微笑低语道 起约无依 第345章与子同袍 兵器碰撞 发出了沉重的仿佛奔雷般的巨大声响 仿佛只是在附近 就会被那震荡的鱼波撕裂身体 而也确实 靠近这两柄兵器的兵马全部被撕裂成粉碎 哪怕只是真灵的残留 是过往豪杰的倒影 也不是普通人所能够匹敌的 凡快退后束步 握着盾的手掌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作为刘邦手下最强的战将 他和项羽的风格类似 却绝不会是项羽的对手 但是此刻 不需要承担护卫职责的他 也彻底放下了束缚 能够发挥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但是仍旧能够感受到那种纯粹在力量上被压制的感觉 将羽啊 凡快的心中浮现出了本能的感慨 在他奔驰于大地的时代 这个男人的重量压过了一切 或许在佩弓的心中 夺取天下才是最终的目的和真正的工业 但是在武将的眼中 天下哪里有比亲自杀死西楚霸王更大的工业呢 他发出怒吼 再度和项羽交手 此刻的项羽脸上漫不经心 但是手中的枪却沉重霸道到了不敢置信的程度 而双方所带来的阴魂锁化兵马 也在这巨大的空地区域开始了绞杀 其余所有的人 无论是普通修士 还是说研究员们 都远远地躲避着这仿佛 古代战场重现于眼前的一幕 幸亏这里足够大 大得仿佛点兵的沙场 否则只是余波 就能够把他们卷入其中杀死 古代的战阵 神代的战阵 几乎像是巨大的绞杀盘 这些寻常的兵马和英兵 在两位名将的率领下 仿佛彻底地脱胎换骨 灵略的杀鸡和那股仿佛钢铁般的气势 几乎要让所有人呆置住 一头猛虎 能够率领牛羊班低士兵吞噬狼群 而两位名将的真灵在最中央疯狂的战斗着 两队修士和英兵却已经冲向了咸阳宫的前方 两名金人也加入到了项羽和凡快的战斗当中 此刻那咸阳宫的前面几乎是空无一人 他们奔了过去 想要打开咸阳宫的宫门 而这个时候 魏冤三人却恰好从宫门附近出现 陈戴墨家的机关术 早已经容纳了阵法当中 方位变化的能力 那些修士注意到了两名年轻的研究员 还有董岳峰这个老麦的教授 但是他们心中冰冷 毫无半点留守的意思 拔出兵器 而背后两股阴兵 各自都结成了战阵 奔袭的时候 那种决然和压迫力 是只有名将麾下才会有的感觉 魏冤和张涵让董岳峰藏匿在身后的机关入口附近 一旦出现问题 老教授转身就能回到机关内部 降下闸门 把所有人挡在后面 魏冤手中握着剑柄 沙场血腥 兵器碰撞的声音卷入风中 他呼吸了一口 仿佛有粗粒的空气涌入了咽喉和肺部 让他的血液缓缓沸腾 他想到了曾经的过往 手掌握着兵器 在敌人靠近的时候 猛然拔剑 抛弃了剑翘 剑刃摩擦剑翘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兵器名笑 就像是剑翘里藏着一道猛烈的雷霆 继而猛的喷发出来 长剑重重的披斩下去 那一对凌厉的阴魂兵马 生生得被他的剑斩破了那种攻势 而手中的剑却已经撕扯出一条道路 旁边是张寒 战阵剑术的金钥 永远只有一个 相信你的战友 相信他会替你挡下致死的攻击 就像是他相信你一样 两柄剑 像是两团猛的席卷扩散的暴雪 当其余的修士和阴魂兵马们发现的时候 那边已经倒下了满地的尸体 浓郁的鲜血气味让这里越发地有战阵的氛围 魏冤的剑从修士的咽喉刺穿 从脖子后面穿出来 亦或者直接刺穿阴魂的心脏 搅碎了魂魄 而后是凌厉的破空声音 魏冤几乎本能地举起剑 已剑几格挡 一枚箭使被格挡开 他后退了一步 而马背上的项羽抛下了战弓 眼神注视着魏冤 似乎回忆起来什么 胯下的鸣马马蹄暴动地面 抖动的棕毛仿佛注视着天空和大日的雄狮 张寒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而喘息 他只是魂魄衣服而已 这身体的主人 仍旧还是个普通人 魏冤替他挡下了袭来的兵器 张寒退后一步 太息着道 看来这身子的实力也就只能坐到这里 我不能够把他的身子弄坏 他道 对了 冤 你能统帅多少兵吗 单独的战斗和率军作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魏冤答道 不过三千人 张寒你来了几声 道 那么 我来为你击鼓 魏冤汉手 看着前方勒紧了乌锥缰绳的项羽 握剑的手掌缓缓用力 脊背挺得笔直 吐气呼吸 在他的背后 张寒登上了咸阳宫的城墙 奋尽全身之力 敲击战鼓 穷魂的战鼓声音几乎是在这里炸开 所有人都注意着那拿着一柄剑挡在了咸阳宫前的青年 双方的阵营中 各自有阴魂化作兵士朝着魏冤冲去 而项羽和樊快则是彼此胶着 若不是有大秦惊人的存在 或许樊快早已经被击溃 即便如此 在魏冤出现后 项羽的真灵存在显而易见 略发地认真 那柄断裂的重枪 搅动狂风 每一砸落 都仿佛要将眼前一切砸穿 樊快渐渐难以支撑住 最后乌追猛的发出一声如同猛兽般的咆哮 人力而起 项羽双目仿佛燃烧着的火焰 手中的残枪重重平挥而出 樊快心头一寒 猛的后退 低下头周围的两名阴魂校尉 被直接斩首 残留的魂魄碎片 就仿佛鲜血一般 两名大秦惊人也被这沉重霸道的一击击退 乌追缓缓往前 项羽双目沉静 残枪挑起樊快的下巴 樊快剧烈喘息着 他知道 下一刻 项羽的枪会毫不留情地动穿自己的咽喉 不过再度归于长眠 今日的经历本就是一次再不能重现的偶然 只是他仍旧有些遗憾 自己和项羽的差距 原来竟如此巨大 但是就在闭目等死的时候 樊快的面色突然变化 这声音 他道 有军队行军 他坐在地上 手中的盾牌抵着地面 行军的时候 常常会将盾牌枕在身下 能够借助这样的方式听到行军 或者挖掘地面的声音 是在野外航军时候必须掌握的能力 但是这里不是野外 在这里的军队 如果不是还有第三方也运用相同的方法耗尽神兵真灵的话 那么只会有一种了 几乎是声音才落下 所有人都有所感觉 他们听到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沉稳平静 或许说 从刚刚开始这脚步声就正在靠近 只是被兵器碰撞厮杀的声音所压倒 直到靠近到一定的范围 才被他们察觉 那声音来自于他们背后 将羽抬起头 张寒重重地敲击着战鼓 突然放声长啸 起运无依 与此同袍 这一声长啸之后 竟然有声音响起回应 那些研究员们面色苍白 却又有着难以言语的激动 带来的战虹 他们听到了 在那脚步声中 分明还有着歌谣传来 起运无依 与此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歌毛 与此同仇 起运无依 与此同则 亡于兴师 修我毛己 与此协作 起运无依 与此同长 亡于兴师 修我假兵 与此协行 那些声音仿佛来自于遥远的过去 仿佛就来自于背后 唱歌的人语调不起 带着香音礼语 甚至于还有无法分辨的嗓音 但是混合在一起 再没有谁能嘲笑他们 那声音中是有着如此的豪情和壮阔的理想 他们将硬递转头看去 看到黑压压的一片 不知道多少人 他们挟持常见 步步往前 看到陡然招展的墨色大秦战旗 看到上面震翅的玄鸟般的纹路 樊快面色微变 他借助时间 猛的后退 避开了项羽的枪 项羽下意识往前递出枪锋 却忘记了自己的枪已经被折断 这一下只是在樊快的肩膀上拉扯出了一道血痕 樊快回到那些阴魂兵士当中 要再度截阵 张寒重重敲击战鼓 千是无比激昂的第一下 旋即是紧促的古典爆发 殷勤有和咸阳弓战鼓而复苏的秦军猛的踏前一步 摘下战功 半跪余地 隐功骑射 樊快下意识举顿 在一瞬间遮蔽天地的剑雨之后 樊快整部被密密麻麻的剑矢包围成了一个剑圈 不只是樊快 其余的人也发现自己被剑矢所包围 樊快将硬放下顿来 一股声掌控军事 击股之人 必是天下名将 而后大地开始震颤 那些不知是以什么方法出现的秦军默然退下 从中间分出一条道路 而后奔雷般的声音靠近 转瞬奔出 樊快的瞳孔收缩 这是骑兵的声音 佩公曾经收服李璧 落甲两人 为汉军训练骑兵 屡历战功 而这两人 只是普通的大秦骑士 秦聚要塞 远阙匈奴 又曾经收服一渠军 他们不缺战马 樊快心中闪过了大秦骑兵的要求 卷骑士之法 取四十以下 长期持五寸以上 撞剑截棋 超绝轮等 能持骑构射前后左右 周旋进退 越勾欠 登丘陵 冒险组 绝大则 持强敌 乱大众者 明曰武奇之事 不可不后也 奔雷般的声音中 真正远阙匈奴的大秦骑兵出现 哪怕是曾经见过这些存在的繁快都握紧了兵器 其余的现代修士和研究员们都下意识茫然退后 这几乎不应该是秦国时代的造物 高大的战马几乎比行长战马高出一个头 也更为雄壮 他们身上穿着比起大秦铁甲更沉厚至少三倍的秦莫铠甲 浑身笼罩在墨色的甲叶当中 多谋战盔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和鼻子 背后背着大秦战弩 连战马都奢侈地披着铠甲 手中所用的兵器是金衣色的墨色长枪 这样的兵器在高速奔驰的时候 拥有令人恐惧的冲击力和贯穿力 而当战马的速度被拉低之后 他们腰间还有着大秦的战舰 蓝田之阳产玉 蓝田之阴产金铁 风力无比的战舰配合远超寻常秦国军事的修为 能够瞬间斩杀敌人 当这样的五旗之士成群结队的出现在战场上 就是收割敌人的最强力量 但是当王黎战死之后 再也没有人聚集起这些秦国的恐怖力量 上百的五旗之士奔驰出阵 像是带着死亡的黑色云雾 向羽回忆起最后和自己冲杀的二十八旗 面色浮现复杂的神色 而这上百五旗之士出现后 直接分散开来 冲向那些带着特殊目的进入低龄的修士 但随着张寒的战鼓和令旗 那些现代更容易得到资源 战力却远不如战乱年间的修士被冻穿 他们的法术撞击在那铠甲上 几乎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作用 他们的飞剑无法撕裂对方的防御 那铠甲显而易见不是寻常的造物 而这些武器之士的剑韧却轻而易举 将那些修士撕碎 绞杀 像是冰冷而无情的机器 恐惧笼罩所有人 那些研究员面色恐惧 而剩余的修士感觉自己的身体 几乎不属于自己 这五雷露的道人手掌微微颤抖 兵家煞气之下 他本就被压制的道法几乎没有办法运用 尖血带来恐惧 奔雷般的马蹄声里 百名精锐战旗绕开了楚霸王项羽 以一种弧形分开 最后聚集在了咸阳宫前 项羽提着枪 看向那里 老教授董月丰面色苍白 手掌颤抖 那奔雷的声音就在耳畔炸开 让他几乎昏厥 而后为首的骑兵 威紧了战马的缰绳 他注视着魏冤 低下了头微微一里 然后开口 声音缓慢而低沉 魏将军披甲 莫 那绕开的庶民武器之士翻身下马 其中一人拉着备用战马 但是这备用战马 比起他们的战马还要更高一头 残留着些许淘气般的色泽 马身一侧的行囊里 打开是一整套繁复的墨色琴甲 魏冤沉默着解下了剑 他翻身上马 周围的武器之士为他完成了剧装 神戴的铠甲都谋 每一个部件都仍旧完好 铠甲的部件碰撞 于死寂中 声音速杀而响亮 最终一笔墨色长枪 被递上了魏冤手中的时候 他就坐在战马上 笼罩在墨色的铠甲之下 冰冷威严帝 仿佛真正的大秦将军 董月风浑身颤抖 几乎说不出话 魏冤看着对面的霸王 霸王也看着他 罪月从不曾饶恕我们啊 我们在历史上奔走 彼此厮杀为敌 最终时间流转 我们也再度在这里相见 而更遥远的位置上 由秦勇短暂复苏的秦军 沉默无声 魏冤的心中低语 与子同袍 他傲慢地举起手中的战枪 指向天空 他拉着缰绳 战马用龙地踏步 他清朗的声音 在盔甲下变得低沉而威严 一字一顿 带着难以言喻的重量 在这死祭般的天地 煎回荡着 大秦律律 战时条律第七条 陛下沉睡 彻侯无踪 今 执己中郎将冤全权接管全军 军团各部 听后差遣 除去骑射之外 仿佛死务般的大秦军阵 在这一瞬间仿佛复苏过来 他们猛地踏前一步 脚步声沉重仿佛雷霆 他们的手掌重重扣机胸膛 轰然阴命 唯 不知多少声音汇聚 秦军的战声咆哮 三呼之声 仿佛雷震 为冤手中的枪抬起 指向霸王项羽 第346章打破过往 枪刃指向前方 身旁山呼海啸般的回应声 在这一方天地间回荡着 让人心底颤抖 让人真正明白 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而后 魏冤拉着战马的缰绳 他的身体和面容笼罩 在威严的铠甲下面 战马迈步往前 马蹄落下的声音沉重而沉稳 伴随着魏冤的往前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仿佛有无形的压抑气机 伴随着他的出阵推了出去 仿佛一种无形的气息 压制住了周围所有人的心脏和呼吸 周围的所有人都感觉到那种沉重感 大秦的战骑高高地扬起 连绵在一起 仿佛坍塌而下的云山 魏冤没有发动攻势和冲锋 他的右手握着枪 左手手掌抬起扣机胸口的铠甲 道 大秦万胜 必然以万这个单位来计量的秦军轰然踏前一步 如此回应 大秦万胜 魏冤扣机铠甲 嗓音仍旧平静 大秦万胜 而秦军的声音如同山石崩裂一般雄壮 大秦万胜 魏冤手中的枪提起 指向前方 道 大秦万胜 大秦 万胜 这一次的回应已经如同山海道悬 如同天地万物都齐齐怒吼着朝着这里奔涌而来 让天地都震撼 那名受禄五雷法的道人只觉得心脏控制不住地颤抖 感觉到了大地的震颤 而后他听到了剑拔出剑翘的声音 连绵不绝 伴随着第三次大秦万胜的回应 秦军截阵 左手按着已经上弦的弩 右手挟持长剑 踏步上前 两侧低势足举盾 背后的青铜战歌高举 当截阵对敌的时候 钢铁的盾牌将敌人阻止在前方 而那超过两米的青铜戈将会从盾的空隙中刺出 收割一切敌人的性命 背后的弩军和弓对手中拉着剑矢 这是大军推进时最沉稳的阵法 临阵的大秦战舰 防御的盾阵 战歌能够刺穿敌人 收回的时候 尸体卡着盾牌 青铜戈就能收回来 当敌人被阻拦阵法 那么大秦的剑阵将会化作从天而降的暴雨 最后盾阵展开 后方的战车将会冲向阵前 凡快将盾牌放下 坐在盾牌上 看着这样的一幕 古武军队低势气 是一切将领所必须掌握的能力 而只需要这样就能激发战士无尽勇气的方法 他从没有见过 这就是巅峰时期的大秦军队吗 一扫六国 远却匈奴 何其地狂妄 又何其地骄傲啊 他争争失神 远远看去 看到秦军的战旗飘摇仿佛云山 如同压下来的天空 推进的军队 仿佛钢铁洪流 青铜的战戈上 缠绕着赤色的粗布 飘荡在一起 仿佛一道赤色的云海 沉默无声 唯独脚步的声音 恐惧如同一只巨兽 吞噬所有人 身穿铠甲的秦将注视着仍旧从容的霸王 抬起枪 缓声道 手 军令员远传出 重重的踏步声 军队停止前行 顿阵上前 扬起的沙尘让战旗扬起 落 伴随着响亮的声音 顿阵重重的砸在地上 而后往后携轻 化作带着斜面的顿阵 其末机关令盾牌底部弹出了利刃 和地面稳稳的接在一起 一丙丙青铜战歌几乎是同时架在上面 愿口泛着森寒指向前方 而后为冤台起手 发出了第三个军令 封 大封是骑射 封则是另外的命令 弓弩军取出了兵器 半跪余地 箭矢搭在了弓弦上 半隐弓 箭矢朝着上方扬起 几乎是转眼间 这里就化作了一个不得不死斗的斗兽场所 这个时候 那名道人 以及其他研究员们似乎有所明白 又有不解 而凡快却已经舍弃了出手的想法 粗豪的脸上浮现出了赞叹的神色 击败西楚霸王项羽 这是他那个时代所有武将心中最大的工业 这里有无数的军队 结成战阵厮杀的话 哪怕是西楚霸王也不能挣脱出来 会第二次死在乱军之中 但是 眼前的秦江终究不是佩弓啊 英雄和英雄是不同的 为约勒紧战马的江绳 注视着项羽 他没有率军冲杀的想法 他不想 甚至于说他不愿意这样做 这样的想法 只是想起来就让他的心中有极大的反感 他握着枪 心中不知为何一片炙热 想到张寒说的话 我们都一样 并不是能称为名将的人啊 若是卑劣无能的人 以军阵碾压冲过也就罢了 但是眼前这时项羽 要击溃他 只有在真正的战阵上才有最大的意义 以一名将领的立场来说 项羽 绝对不是应该屈辱地死在乱军的刀剑扑杀下的男人 魏冤心中有一种压抑着的情绪涌动着 眼前仿佛看到燃烧的咸阳城 看到那一天晚上被冻穿了心脏后仰天倒下 看到的明月 那情绪堵在他的心里 让他手掌握紧了兵器 他道给他一柄枪 背后的铁骑拍马往前 手中沉重而锋利的大秦战枪猛的一抛 重重落在了项羽旁边的地面上 项羽手中的枪是被摧折过的 连带着枪刃在内的四分之一部分已经消失 这样的兵器 并不能能用来真正的厮杀 而魏冤并不知道 眼前的项羽是真灵 是依附于霸王枪残骸而存的 而后樊快看到项羽注视着秦江 松开了手 霸王枪的残骸坠入地上 提起了真正的战枪 一种佩然难当的契机声腾而起 魏冤提着枪 战马迈步往前 天地一片压抑 无形的契机沉重而威严 项羽捏了捏手中的战枪 手腕一动 枪身自枪尾到枪刃发出低沉的鸣笑 枪刃的声音仿佛猛虎的咆哮 就在这一瞬 他胯下的乌椎突然发出仿佛猛兽的嘶鸣 西楚霸王跃马而出 秦江未冤的坐骑猛的加速 仿佛山崩海啸一般的壮阔气势 他擅长剑术 但是在马战之上 是长柄冰润的天下 梁匹堪称异兽的战马 以恐怖的速度携带着将领向前冲去 沉重的铠甲 全身的力量 全部都汇聚在了一点 最后传递到了手中的兵器上 两柄墨色的战枪 重重的抽击在一起 天地先前的压抑死计瞬间被撕裂 恐怖的金铁交明几乎要将所有听到他的人震笼 大地上出现了一道猙獰的裂痕 交手的两人手中的兵器猛地震颤 旋即猛地朝着一侧偏转压制下去 项羽的枪压制住魏冤的枪刃 而魏冤兵器微转 以枪刃一侧和枪柄的接口卡着项羽的长枪 两人的力量迫使两匹战马并行狂奔 只有那名道人能够勉强看到两人兵器的轨迹 不断地碰撞 每一招每一事都是千锤百炼的战场舞技 张寒的战鼓声音越发激昂 魏冤手中的枪每一击必竭尽全力 仿佛要将自己的全部压在上面 西楚霸王力量超越魏冤 他是兵形式第一人 占据优势的时候 丝毫不讲道理 能够一股作气将敌人击溃 除去他之外 再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统帅 而他的武功同样如此 一旦弱于他 将会被迅速斩杀 而眼前的秦江 居然能够稳稳接住他的兵刃 两人的兵器再度碰撞在一起 将语道 你的枪法我以前从没有见过 当年的寂寞没有你 魏冤手中的战枪声回 猛的砸落没有回答 将语的枪式陡然变化 自灵力之余增加了厚重和沉魂 放声大笑道 但是就算有你 也不是我的对手 只是那个时代 至少不会太寂寞 魏冤被枪压破 战马控制不住后退了一步 神色却宁静 答道无论如何 你也不会成为神州的共主 你是楚王 但是最后也只能称王而已 将语冷笑道 你也认为 我因行为残暴 不得天使 但是出乎他的预料 眼前的秦江摇了摇头 道不是 为冤积蓄力量 道众人都说 因为残暴不得民心 所以你不能成功 但是世上也有暴虐 横行却开国的人 不得民心指示国做不够 连有理由你无法做到 而历史上 你本身也有无数的机会 而你项羽 你并不是因为残暴 而是因为你本身就不够资格成为帝王 他突然长笑 后退的战马猛烈地冲向前方 拧身抱起发力 手中的战枪重重 披斩砸下 项羽以枪横拦 两人又一次地凝制对峙 疯狂角力 战马的肌肉线条 哪怕是隔着皮毛都无比清晰 后提不断踩踏地面 为冤注视着西楚霸王 一字一顿 冷声道 已经有人站在了前所未有的位置上 他打开了更多的可能 没有人还会甘愿成为一介普通的诸侯 在那样的乱世里 你纵然不能成为比你他那样 开创前人所谓制工业的开辟者 至少也应该走到他的身后 看到和他同样的风景 知道天下一国这四个字的分量 但是你没有 所以你已经注定败亡 拥有天下无双的武功和兵法 却比着眼睛不去看那个时代 渴望回到诸侯混战的过去 西楚霸王项羽 你的敌人根本就是那个时代本身 项羽却突然放声大笑 道 那是时代所逼迫的 我为何必须要顺应那个时代的人 去做那天下所有人的傀儡 若成皇帝 不过在始皇帝之后 我要做 要做千秋万古 独一无二的西楚霸王 诸侯列国 由我所执 这才是取而代之 天下名将 竟连做自己所期望之事都不可 和其荒唐 此 将与怒吼 长枪仿佛陡然变化 裹挟着先前的刚猛 却又突然变得细腻繁复 魏渊的攻势被席卷着打偏了 这一枪直接擦着魏渊的枪刃和铠甲 要动穿他的心脏 上一世就是死在了这样的变化招式之下 占捕的声音越发激昂 仿佛要动穿天地 前世 今生 一模一样的画面浮现眼前 冰冷的杀机猛的充满心脏 而后寒意侵袭四肢 眼前的敌人正是西楚霸王 魏渊在这一瞬间身体凝滞 仿佛回到了储君的军营 他那时候一身疲惫 泥泞狼狈 面对着志得意满的西楚霸王 而最终那枪刃将冻穿他的心脏 而后他看到了燃烧着的城池 看到了灰烬坍塌的咸阳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家中只剩下了一枚纸环 张寒最后拼尽全力重重击鼓 孤楚断裂 双手鲜血淋漓 魏渊的心脏也重重跳动了下 装目仿佛燃烧着火焰 过往的噩梦被咸阳城的烈焰所惊醒 恐惧和残留的煞气在这一瞬间被打破 前世几乎死于项羽腔下所带来浓烈阴影 在烈焰之下无所遁形 在见到项羽后始终积压在心中的情绪猛烈的喷涌而出 魏渊突然放声大笑 但是心中却满是无法言说的悲怆 他是他 又不是他 太迟了 他猛的一片身子 左手猛的攥住了项羽的长枪 手甲被绞碎 鲜血横流 但是他却只觉得痛快淋漓 倾尽全力猛的一拉 项羽的身子被带偏 乌追马斯鸣声中 被拉得亮枪跪倒 西楚霸王坠马 魏渊手里的战枪旋转刺出 化作了嘶吼的黑龙 冻穿项羽心脏 第347章咸阳宫 一片死寂 繁快的思考几乎停止 而其余对于历史都有研究的人 还有修行者 都陷入一种巨大的茫然和不敢置信当中 在历史上拥有巨大威名的西楚霸王项羽 此刻被另外一人冻穿了心脏 而这一个人 在之前还在和他们待在一起共事 巨大的反差 几乎让人短暂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开甲之下 魏渊剧烈喘息着 手掌颤抖着 双目却仿佛寒心一般明亮 手中的枪刃洞穿了向羽真灵的心脏 缓缓往后拔出 哪怕是真灵魂体 这一瞬间也有撕扯血肉的真实感 向羽章开口的时候 嘴角鲜血流出 好枪法 但是他仍旧赞叹着评价魏渊的枪 有的时候魏渊会觉得 如果使皇帝没有以那样的方式离去 如果项羽身在春秋战国 那么他或许更适合做一名游侠 豪迈不羁 纵横江湖 不被拘束 也不用去判断那些天下大事 降羽道 大秦的战江 你是谁 魏渊收回枪 枪刃鞋擦着地面 达道 泉州魏渊 泉州魏渊 项羽心中泥南 突而大笑 道 可惜 我只是残魂之躯 若是全胜而来 必然将你斩落马下 魏渊手中的长枪枪刃鸣笑 道 那你大可以试试看 他的血液还未曾冷却 一只手拉着缰绳 笔直的挺立在马背上 俯瞰着站着的项羽 冷声道 不管你何时来到世间 只要我还在 那么我就会再一次把你斩于马下 人是偌大 西楚霸王 但你永远不能跨越我的江峰 我会再一次击败你 将于众同注视魏渊 道 若是如此 他缓声道 那可太好了 这声音化作泥南 真灵缓缓崩散 再度消散不见 魏渊紧紧绷着的精神 终于能够缓和下来 西楚霸王项羽 他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同样要正视这个人 带来的巨大压迫和威胁 这一次分开 恐怕今生没有机会再遇到 手中的枪看上去仍旧完好 但是他却能清楚地感觉到 这柄枪的内在已经崩溃 无法再承担大战 魏渊驱马行过沙场 秦时的执念和笼罩那一世的阴影缓缓崩碎 他感觉到真灵有种越发圆融的感觉 又仿佛只是自己的错觉 这只是击杀项羽之后 从内而外出现的酣畅淋漓 一片死寂 有部分李家的弟子靠拢在了凡快的身边 他们并不是召唤凡快的那一批修士 那一批已经在琴棋的冲锋切割下被绞杀 而这战场被封锁后 他们只是下意识靠近唯一有可能能抵抗这仿佛 噩梦般秦江的人罢了 凡快认出了那一双眼睛 还有熟悉的霸道枪法 道原来是你啊 可惜了 他坐在盾牌上 感慨着道 子房不在 佩公也不在 否则的话 他们一定想要和你喝一杯吧 魏渊看着凡快 他在那一世曾经和张良不打不相识 也曾和汉军合作 点了点头 感慨低语 道 樊快将军 许久不见了 这样的交流让本来下意识抓住救命稻草的修士面色凝固 他们 认识 也就是说 那个先前一直混在人群中的那个博物馆主 他们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呼吸一致 樊快道 子房本来已经辞官归隐 可惜 后来终究被吕后带回去 他不能容忍子房这样的人离开视线 但是子房曾经说过 如果将军你还在的话 吕后也不能带走他 以将军之武 以他之志 自然可以潇洒归隐 所以他很埋怨你 与其出海死在路上 不如被他最后利用一回 魏渊想到了那个曾经的白衣少年 以及后来蜘蛛在握的谋士 故人如旧 也如雨散尽 最后也只是到了一句可惜了 樊快大笑树生 遗憾地说了一句话 而后缓缓消散不见 李家修是面色恐惧 但是魏渊只是看了他一眼 拍马而过 俯身一抓 想要再度将那炳霸王枪提起 但是却突然抓了个空 此刻他才发现 这炳枪已经化作了鸡粉 卷入风里再也寻不到了 看来大王枪润这辈子都不可能做回完整的自己了 魏渊心底也鱼了一声 嘴角一抽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句话莫名联系到了皇宫特产 大王枪 你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 不是完整的枪了 关键这么想想 把这枪折断的还是他自己 魏渊骑城战马奔略到了咸阳城下 张寒站在城门下 伸出手贤熟地拉住了战马的缰绳 魏渊翻身而下 摘下了战盔 将长枪放下 张寒捏了捏枪锋 道 枪里面都散了 再打一下就要折断 我击鼓引来了大军 你为什么不率军去绞杀项羽 魏渊道 我说过了 我在战场上只能统率三千人 多了的话 自己就乱掉了 刚刚击鼓的张寒无奈道 所以我说我给你击鼓啊 他微笑摇头 道 区区不到十万兵马 我完全可以调动起来 虽然不能和韩信那样如碧石纸相比 但是截针而战是没有问题的 到时候你率领三千金锐在前 弓弩在后 哪怕是项羽也要顾及几分 魏渊沉默了下 注视着张寒 道 也不用 他还欠我一枪 现在 这一枪扯平了 况且 绿三千人和项羽率领那些阴魂军阵厮杀 说实话 我没有太多的把握 他是兵行事第一人 除非是用人数和他号 否则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而那样 这些战友 又会被他打碎多少 他声音顿了顿 看着那巍峨的秦军 叹息道 我只是想要再看看大秦的军阵啊 跟梦一样 但是不想因为我 让这些战友被项羽打破 再说了 在大秦的咸阳城前 在秦军阵下 由秦将单挑击败项羽 这是我一直希望做的事情 张寒古怪看着他 道 你是想要弥补什么吗 魏渊道 随你怎么想了 张寒笑了声 道 你让我想起以前 你以前就是这样 总是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 做些冒险的事情 如果是我的话 是不会为了这样的理由去和项羽单挑的 阿渊 你现在该不会还是那种 为了跑去吃肉 还要专门找几个理由撬掉训练的性格吧 魏渊面不改色道 当然不是 我 我现在根本不需要找理由 张寒失笑出声 道 算了 冤 你还想要做什么 你来地灵里 应该不是为了和项羽了结过去的恩怨的吧 魏渊沉默了下 将公公脱困和需要的剑告诉了张寒 张寒道 墨家代代传承的宝剑 是第一档的宝物 这样的宝物 都在咸阳宫中的宝库里 有大军镇压 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我和你进去吧 魏渊点了点头 张寒一笑 而后身子却突然软道 魏渊抬手把他抓住 发现张寒的呼吸平缓 陷入了绝对的沉眠 抬起头 才发现张寒就站在旁边 是青年时的模样 而他拉着的这个 是被张寒所依附的那个研究员 张寒打开了咸阳宫外的侧门 魏渊和张寒走入了这地宫的主体里 而在外面 大秦战友军队仍旧沉默着秉持防备状态 巨大的压迫力让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开口 甚至于不敢动上一下 生怕轻轻的动作就会让那件 驶落在自己的身上 潜阳宫的内部和魏渊的记忆里一模一样 张寒带着他往前 和机关处处密布的外城区域不同 这里反倒没有任何的机关 在最前的 他们看到了紧闭着的宫殿大门 张寒只住了脚步 没有再继续往前 魏渊脚步停住 张寒道 我就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 仍旧青年模样的大秦名将微笑着看着周围 道 真怀念啊 以前和你在这里职守的事情似乎只是昨天 但是却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 魏渊转过头 看向张寒 你 张寒道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我不过只是一缕残魂 本来就应该消散 只是向于打破地灵外侧的时候 让那只黄金燕飞出 最后反倒让我死后的残魂 能得以温养在这里 原本只是打算想办法阻止外界的人对地灵的破坏 却没有想到 最终还能再见到你 他看向魏渊 突然道 我想问一下 阿渊 当年我自觉没有脸面见你 在城中自问 如果你和刘邦他们见到我 你会怎么做 杀了你 魏渊回答 然后带着你的海骨回到咸阳城 埋在城东 喝一场酒 城东 那是年少时牵着黄狗外出狩猎走出的地方 是吗 张涵台手扣机心口 微笑道 岂约无依 与此同袍 还能和你并肩而战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咔嚓 在魏渊眼底出现浓郁感情波动的时候 张涵台起手 手里居然还能抓着之前的手机 将魏渊拍了下来 看了一眼 放肆笑道 看上去真的够蠢啊 哈哈 他把这手机放到了怀里 在这句话说完的时候 张涵身上的真灵气息缓缓一散 先前只是靠着衣服 勉强降低了这一缕残魂的消散速度 此刻也已经到了无法再减缓的程度 仿佛黄沙弥漫 魏渊穿着铠甲 安静站着 看到好友神魂化作了一座桃涌 不复生机 身上穿着少量造级别的铠甲 张涵一只手斧着腰间的剑 带着微笑 雷雨间一起飞扬 而旁边的腰囊里 放着魏渊扔给他的那瓶水 魏渊安静看着张涵所化的桃涌 最终只是伸出手 为张涵扶去了肩膀上的灰尘 嘴唇动了动 什么都没有说 故人如旧 也如雨进散 他猛地转身 大步走向大殿 伸出手推开了大殿的殿门 尘封两千余年的地宫正殿终于被推开 微额的殿于仿佛要直压下来的天穷 有巨大的主子支撑着大殿 任何兵器都无法越过这两根巨柱 会被吸走 在大殿上空 有仿造的日月星辰 而九州四海则在其他方位 在最高的黄座之上 身穿默色君悬的帝王安静沉睡 而后 睁开了双目 第348章史皇帝 这一幕画面 即便是魏渊也感觉到心脏重重跳动 两侧不灭的掌明灯燃烧 依旧优身的大殿之上 本应该已经死去2200余年的君王安座 一只手主折放入箭窍当中的太阿 平静睁开双目 从高位俯瞰着殿下的魏渊 他仍旧保持有三十余岁十岁危言时期的样貌 一双眸子安宁 大殿有亘古不灭的掌明灯 仍旧在这一双瞳孔的注视下显得暗沉 魏渊瞳孔微微收缩 陛下 冤 是你啊 君王的嗓音平淡 稍微往后靠了靠 看着堂下穿戴铠甲的直脊狼 语气和缓随意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语气就像是往日 大梦初醒之时询问他现在是什么时辰 东旬的路上还有多久会抵达下一座城池一样 魏渊下意识回答道 人间已经过去了2200年 魏渊回过神来 亲底的李治在疯狂的在警告他 史皇帝因为神周神性暴动而死 已经死了足足2000多年 他不可能还活着的 此刻最为李治的行为应该是瞬间拔剑 鼓荡神性 但是他始终无法拔剑 并不止失难一世的君臣之情 史皇帝 宇 老师 阿亮 这些人对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就像是点亮他一生至死长夜的星辰 史皇帝叹息道 两千多年啊 真是够漫长的时间 他看了一眼魏渊 笑道 渊 你有什么话要说 就说吧 魏渊穿着铠甲 哪怕是面对国君也不需要行大礼 他沉默了下 道 据我所知 陛下 你已经 他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史皇帝抬了下手 而在这一瞬间 同样身具神性的为渊瞳孔骤然收缩 他看到史皇帝的身体仿佛被一道一道的光芒所拉扯着 那是代表着神性的力量 这些拥有自主欲望和判断的神性疯狂想要冲击离开君王的身侧 却始终无法突破 只是发出了低沉的怒吼 却在君王冰冷的双目中渐渐湮灭 被渐渐压制 因为自身神性的影响 魏渊只觉得心脏重重跳动 他的额头满是冷汗 但是他也终于明白了 史皇帝用自身镇压当时暴动的那一部分神性 最终他的神魂也被迫的和这些神性纠缠在了一起 神性们不愿意伴随着史皇帝的自我一同湮灭 也就不得不维持住史皇帝的存在 让他能存续到现在 这本来就是徐福炼制不死要的原理 让自我的真灵从人变化到神 只是史皇帝的做法更为霸道 他直接凌驾于这些神性之上 当然 这种方法绝不是史皇帝的本意 只是一个意外 史皇帝将那些暴动的神性压制住 眉宇间浮现一丝疲惫 平淡道 每日要听这些念神胡言乱语 朕已经既不得和什么时候休息过 不过 你现在看到的朕 也不过是虚幻之梦罢了 他带着一丝微笑 道 在臣子面前 君王至少也要维持应有的威仪 2200多年啊 说说看吧 现在这个时代如何 在苏醒之后 嬴政最有兴趣的事情 仍旧是这个时代的模样 为冤迟疑了下 道 陛下 大秦已经不在了 史皇帝平淡点头 道 嗯 朕知道 所以 嗯 魏冤本来还在继续往下开口说 听到这话 嗓音都一致 望向史皇帝 史皇帝嘴角挑起一丝不知是西洛过王自己二世三世乃至于万世这样说法 还是说嘲弄过往历史中代代君王的效益 平淡道 朕猜得道 扶苏还不错 但是他的性格太过于软弱 培养不出有锋芒的君王 朕派他去和蒙田固守边疆 也是希望他能在厮杀里想清楚 神州的帝王应该面对的 是铁鱼血的征法 人善可以用于治国 却不能将匈奴和异族驱逐 国的边疆是医学染成的 这希望他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却不抱太大的希望 古往今来 多少霸主的后裔却不值一提 扶苏已经如此 他的孩子又会怎么样呢 等到后来 会不会有君王完全不懂得蒸伐和刀剑的时代 那样的时代 必然不可能长存 终究 并无永恒不灭的国作啊 魏冤定了定神 决定揭开了胡亥之事 他缓声道 大秦 自然早已经不再存在 但是紧随其后的严汉 三国 魏晋也都一一地结束 最终 在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没有了帝王 而维系国家的基础仍旧是法律 魏冤缓声开口 将这个时代的神州简练的给史皇帝介绍 史皇帝听得很认真 虽然偶尔会皱眉不喜 但是并没有婴儿愤怒 有些时候也会眉宇舒展 以律法为鬼 引导臣民的方向 繁荣昌盛的时代 嬴政若有所思 魏冤沉默了下 将战盔和兵器放在旁边 正坐余地 道陛下 臣有一事想要上表 在帝王汉首后 魏冤道 臣本来以为 陛下您的傲气 是不会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复苏的 如果是其他人 肯定不敢这样询问 但是魏冤知道 眼前的君王曾经将整个神州的神灵先后镇压 让他以现在这样 被混乱神性牵制的状态而存活 对他而言激进于侮辱 史皇帝道 傲气 他笑起来 道 说得好 在你看来 以朕的性格和傲气 确实是不会受这帮灭神的牵制 但是你说错了一点 帝王起身 手持太阿 缓步走下了黄座 道 没有傲气的人无法成就工业 但是也会被傲气所胁迫 英雄和将领不能够缺乏这样一股气 而帝王却必须凌驾于傲气之上 他道 会被所谓的自傲所挟持的 最终只会死在这样的傲慢下 武安君如此 吴王夫差如此 君王的语气平静而冷淡 而朕 凌驾于一切 银艺人仓皇如同丧家之犬般逃离赵孝成王的时候 愤怒于有官吏收受贿赂放跑了银艺人的邯丹人中 没有谁会想到 这个作为致死长大 性格安静甚至于软弱 35岁就丧命的秦王会生出正这样的儿子 在那个时代 战国侧在秦国的人民甚至不知道 秦国是落矮的 还是吕不韦的 所有人都朝弄地注视着秦国 看着这个国度在荒谩当中逐渐崩溃 秦王正九年 四月 年少的君王亲自执政 踏出了祖庙 手持长剑 证明自己已经有资格成为君王执政 而当这个才籍贯的青年帝王轻而易举将反叛的烙矮镇压 驱逐秦国的相国吕不韦 并且冷酷冰冷的江年少时一同在邯郸的母亲驱逐之后 所有人才惊觉这样一名青年帝王的横空出世 以及折服九年的冷静 这个时候 距离他一统天下还有十一年 秦王正的双目已经越过那些人 望向了浩瀚的版图 开启了征伐六国的历史 而被车裂的撤喉烙矮 霍乱后宫的赵基 还有曾经率军攻破东周的吕不韦被流放 最终在嬴政一纸书信之下自尽 只是这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不起眼的涟漪 后世的史学家描述秦国报证时 不愿违背本心作假 却又不愿提及秦王之威 也只能在这里写一笔 吕不韦担心被嬴政所杀 所以自己提前服毒而死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嘲弄着所有人 卫冤看着那理所当然说出那一句话的帝王 史皇帝已经越过了他的旁边 站在宫门口 道对于朕来说 只有当不当做的事情 而没有不懈做的事 卫冤道 陛下当做的事情是 使皇帝转眸看向自己的直己狼 朕对你说的时代很有兴趣 但是放心 这现在已经是过往沉睡之躯 如果这个时代真的如你所说 能令朕觉得不愧对神州的话 那么朕当然不会做什么 但如果这个时代并不是如此 他眼底有黑沉静 道 大秦的战旗 也会再一次出现在神州的土地上 这是朕当初所想的事情了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若是朕苏醒的时候 神州处于乱世 那朕就把这乱世重新统一 这就是朕纵然不屑于这存在的方法 也愿意重新苏醒的理由 使皇帝声音顿了顿 看向魏冤 凯然问道 只是不知道 到那时候 冤你是否还在秦军当中 魏冤只是答道 这个时代 不会让陛下你失望的 嬴政孝道 是吗 在地灵外城和内城之间的区域里 黑压压的秦军沉默无声 却给人无法忽略的恐怖压力 董月锋把那被张寒附身的青年平放在地上 远远看着气势巍峨的秦军 觉得心脏仍旧还在颤抖 一直以来 给人平平无奇 语气温和的博物馆主 居然是大秦的将领 而且还是始皇帝时期的将领 而且刚刚还击败了霸王项羽 董月锋觉得 如果不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到处跑来跑去 身子还算健康 现在肯定已经犯了心脏病 不过就算是这样 也是觉得心脏快到极限了 无论如何 也无论是谁 今天的刺激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都是在事态超规格了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那些始终沉默仿佛雕塑的秦军突然动了 他们猛然起身 在大秦默色站起鼓荡之下 半跪于地 行以最恭敬的礼数 这一切远比刚才对魏冤的回应更为郑重和浩大 支牙声中 背后大秦宫门缓缓打开 董月锋大脑轰的一声 一片空白 他的知识和历史素养让他的手掌微微颤抖着 将硬转过头 看到穿戴铠甲的未冤外部走出 看到在他前方 一名身穿默衣军选 眉宇威严的男子伏肩而立 探号探号探号 董月锋登登登后退 再也站立不住 坐倒在地 他手掌斧着心口 常叹生气 尼南道 秦王扫六河 虎视河雄灾 归见绝浮云 诸侯尽熙来 此生无憾 此生无憾了 哈哈哈哈 此生无憾啊 哪怕一向沉稳的 他也忍不住情绪失控 突而 一道光芒扫过整片天地 而后 那些同样陷入狂喜和激动 甚至于忽略了恐惧的研究员们 齐齐沉睡软倒在地 哪怕是受露五雷的道人都不例外 为冤身出手搀扶着董月锋 发现董月锋只是睡着了 才松了口气 使皇帝平淡道 正封了他们今日的记忆 魏冤反应过来 无论最后的决定是如何 使皇帝绝对不喜被人无止境地打扰 嬴政望向入口的位置 道 这样的时代 还能再度东寻神州 对朕来说 也是绝境 哪怕只是短暂存在的幻梦之躯 也令人感慨 魏冤道 这个时代 不会让陛下你失望的 嬴政笑了一声 道 是吗 那么 只几郎 还不在前带路 第349章徐福的完美计划之 计划总会出娄子的 时间在这更早之前 东海之盼 有僧人在这里交谈争论佛法 其中还有说起密宗的事情 说起来诸多神通奥妙 实在是妙不可言 法力无边的模样 周围的人听得如痴如醉 自从之前道门和佛门论法 将修行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披露出来之后 神州已经能够看到那些在外面行走的修行者 他们偶尔会讲讲道法 佛法 还有修行上的东西 但是只能讲述那种广而论之的 最多算是科普范畴 因为天师府和特别行动族已经直接宣告了 想要传法 可以 得要有执照 这什么道理 当时不知道多少摩拳擦掌从老林子里钻出来的修行者跳脚骂娘 他们祖祖辈辈上都是靠着自己去修行的 现在想要收两个徒弟 还得跑去考执照 有的人去了 好家伙 第一门就是私修 老壳二一腾 翻过第二本书 金光闪闪两个大字行法 一帮隐修士们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大家骑骑蹲在马路牙子上抽烟 满脸忧伤 你背着剑 我提着铲 全员挂科 考考考 那还考个屁哦 然后天师府掏出第二门考试来 他们允许去做科普 佛门的也可以来考试 但是在这些僧人当中 却有一名面容白净的少年僧人平静 不说话 一名朴实的村民端给他一碗米粥 还有一碟榨菜 道 大师 你怎么不去说说 那米宗 真的有几位大师说的那么厉害吗 俊美僧人端起碗喝了一口 想了想 达到 你如果悟性很好的话 可以去修行禅宗 如果说心性很强 能够几十年去钻研 应该走为时宗 哪怕是像是古代的普通人那样 没有什么学识 也没有时间 也可以去走念佛的方便法门 但是不要走密宗 那村民疑惑 道 可是我看他们说 那密宗很厉害啊 少年僧人道 于贫僧眼中 密宗激进呼妖魔道 村民耸人一惊 道 妖魔 这么危险 少年僧人微笑道 密宗有白骨官 观想尘世中人皆是白骨 他们当中极端的那一批 会认为珠香皆空 一切有色众生众香 最终都会变化作空 世界天地就像是海洋一样 而我们的人间只是上面浮现的一个水炮 须于散去 所以 他们会认为尘世皆空 可以无所拘束 随心而动 无论杀戮 施暴 放到岁月之上俯瞰皆是空 梦幻泡影之中的梦幻 哪怕是作恶事 他们的心境也会凝聚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错的 而佛法最终是修行本性 误打误撞 却也没什么错 而密宗僧人中 也有肉身不失男女的菩萨 曾有一水性羊花的女子 年纪轻轻就染病死去 只有和他有染的男子给他立了一座公坟 无人去管 却有老僧祭拜他 说他以肉身不失孤苦男子 解脱苦海 现在功德圆满 离开尘世 是为肉身不失菩萨 那男子下的面色苍白得离去 身穿黑衣的少年僧人喝了口粥 面容祥和 背后有人道 你再说谎 如果是未冤在 就能认出开口的是 把唐顺之的比送他的那位憨厚愚民方丰 方丰冷笑道 当年的高僧 现在说谎都顾眨眼了吗 道爷语气没有半分波动 贫僧刚刚说话的时候 是闭着眼睛的 方丰额脚抽了抽 他们两个算是有仇的 若是往上竖起来 现代刁狱之组 大名的陆子当是太仓俯人 年少的时候 在海边长大 克裕的手法是从 方丰这方丰是人手里学走的 后来功成名就 太仓俯之记录 陆子刚者 用刀克裕 子刚死 记忆不传 就是防风式的手法 但是同样的 租州地方之记录 陆子刚 年未六十 忽有方外之意 为僧至平四十余年 不入城市 意其人也 这就是他和导演之间的恩怨 好好一个弟子被拐带得到了佛门 结果连防风式的刻鱼手法都没能传下去 如果不是要守着贡宫 方丰觉得自己一定会用杂玉的锤子砸烂这和尚的光头 导演是寻着感应之中 当年名叫冤的大夫的轨迹 一路前来 却没有想到会来到东海 见到这位故人 早因平淡道 不能说密宗这种勇猛精进的方法 绝对没有可取之处 但是以极端直接的方式去践行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也就必然会导致 有大量人把持不住内心 以内坠入魔道 却一个就一个 方丰只是不言 道演双目看向东海 他来东海之后 佛门神通所感应到的 冤的气机突然消失不见 即便是以他的修为也再没有办法具体察觉到 只是能隐隐约约略有感应 让他心中有些怅然 拳击他微微抬眸 皱眉看向东海远处 有一道气机引顿起来 正飞快地往这边而来 若是普通修士 必然会被避开 无法察觉 但是道演是正得漏尽通的僧人 佛门神通 也并非虚妄 道演用筷子把每一粒米都吃完 这碗干钱静静的 然后把筷子放上去 收回手 起身 外部往前 动作一顿 沉默了下 然后又转身 蹬蹬蹬走回来 伸出手 把筷子重新对得更整齐 最后用大拇指的指腹 轻轻推着筷子尾部 这才心满意足 呼出一口气 站起身来 踏前一步 或然出现在了东海之上 一片苍茫 僧人伸出右手 五指翻转 猛地按下 驱空中如有雷声 一道身影不得不自虚空顿出 那是模样温雅的方式 眉头皱起 少年僧人眼眸微台 他的命格 原本应该是辅佐朱棣登基的帝师 以佛门之身 做到出江戮相班的大业 眼下只是被干扰走偏 即便如此 他仍旧是大明最初的那些子民 注视着徐福 俊美僧人单手树立 嗓音莫然 道 我道是谁 原来是倭寇啊 又来神州做什么 徐福皱眉 不想要和这僧人纠缠 但是却无法避开道眼的手掌 这僧人近轰六百年的佛法精湛 观三千世界 如掌上观文 纵然比不得这一句话 但是封锁住徐福 不让他绕过自己踏上神州 却也不难 徐福这两千年间 在恐惧的折磨下 也曾经想方设法不下了 如果使皇帝帝灵出现变故该如何的后手 只要动用 就能占据先手 最不济 应该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他的先手 以此为核心 但是这少年僧人直接拦路 将当于直接将他的后手中断 佛门漏尽通 无相无念 天客方式 虽然没能找到冤 找到一只倭寇也是可以出出气的 少年僧人心中泥南 哪怕净土宗都要遵循这样的戒律 佛门弟子 不杀生 但是倭寇除外 道眼逼退了徐福 缓声道 一个倭寇的首级能换不少白银 这个军令早就没有用了 不过 你的头太丑了 贫僧看着不喜欢 话音才到中间 少年僧人就已经踏前一步 神族通施展 几乎瞬间出现在徐福一侧 五指微钩 佩然距离横杂 招式狠辣 出手突兀 徐福不得不后退 一时大怒 在恐惧优步 对于地灵发生事情的担忧下 加上道眼毫不留情的杀招逼迫 终于让他情绪震怒 抬手出招 对抗道眼 海浪轰然炸裂 而后腾起了数十米的浪涛 道眼和徐福两人 就在这东海之外疯狂交手 而徐福原本打算悄悄潜伏 动用埋藏在地灵附近手段的计划 被这僧人直接斩断 连天机都被这僧人弄断 因为一名漏进通僧人的存在 徐福甚至于无法动用天机补算的神通 以金刚力 断尽烦恼斯 而在这个时候 魏约和史皇帝已经走出了地灵 他打了个电话 先是通知外面的人 里面出了问题 立刻进入营救 然后和史皇帝走出了这里 魏约脚步顿了顿 转头看向史皇帝一身末衣军选 沉默了下 用打商量的语气认真道 陛下 这既然是微服东巡 您这衣服的换一下了 呃 您喜欢什么款式的 宽松款 运动戏 还是说中式正装之类的 我去买 第350张令人心动 魏约劝说史皇帝的时候 觉得头有点大 嬴政某子扫过了道路上的行人 重点在男子的发病上扫过 这样的短发在他的时代是巨大的侮辱 适量入行的一种处罚 但是他没有开口询问为何 只是微微汗手 道既然是这个时代的习惯 那么也无不可 方便行事即可 他本身在一统神舟之后 帝王不带免留 不穿滚服 对于所谓的礼法 看得并不重 况且是与时宜 伴随着时代的变化 很多东西也会随之改变 赵武林王也曾胡扶其设 他当然懂得这样的道理 此生不过虚幻之梦 区区变化之术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魏约还在头痛该怎么带着史皇帝去的时候 史皇帝的墨色军选已经变化成了这个时代的衣服 应该是根据周围来往行人的大体衣服风格为基础所变的 整体墨色 点缀深红 黑发道是没有变成现代发型 只是没有用通天罐 只是以墨色的玉簪竖起 使皇帝神色轻松 只是稍有些不习惯帝松儿松领口的扣子 道既然是在外面看看这个时代 朕也不想引人注目 有外人在的时候 愿你可不必称呼朕为陛下 现在这个时代 有什么称呼可以用 魏约沉思 想了很多的称呼 不用陛下这样的称呼也好 那么老板 boss 这些都不大合适 魏约一连说了几个 最后不知是怎么想的 脱口而出道 要不然 老大 话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 老大 使皇帝遗政 眼底略有效益 道 是燕照之地那些游侠儿之间的称呼吗 朕年少时候在邯郸 也曾经见过他们 和他们有过些来往 他语气轻松愉悦道 不错 就这么称呼吧 接下来先去找书籍所藏之地 使皇帝道 如果对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了解的话 那么哪怕东旬 朕所见到的景色也和当年没有多少差别 魏约点了点头 道 我现在住的地方 也能看到大部分的书 只是用电脑 使皇帝欣然而往 魏约本来想要再带着使皇帝 做一座高铁之类的交通工具 可是突然想到 使皇帝现在可没有身份证明之类的东西 炖了炖 道 陛下 要不然先去吃一顿现在这个时代的饭菜 然后再出发 可 武康安在咸阳城开了一家不算大的面馆 是爷爷那时候传下来的手艺 到了他手里 已经成了城里的老字号 十年前成功扩建了一波尔 不过现在也不怎么大 这个时候不是饭点 他有些百无聊赖地玩手机 临时充当服务员的自家女儿窝在那 喊着什么古装偶像剧之类的 突然听到脚步声 是有人进来了 来客人了来客人了就好啊 武康安一下精神起来 抬起头的时候 听到外面有人在问道 这里有什么菜 另一个人回答道 应该是有不少吧 弟老大真的不换一家吗 老大武康安一个机灵 这个称呼他下意识想起了以前那帮小混混 那帮家伙又出来了 可是抬起头看过去 却发现第一个进来的 是个看上去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看上去不说无害 也是那种温和的性格 第二个进来的是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穿着普通简单的衣服 留着的长发梳成发簪 装目宁静 鼻梁高挺 嘴唇似乎偏薄 明明只是普通的装束 但是却给人一种极度的 无法形容的感觉 并不是俊朗或者好看那种感觉 而是比这更高一个层次的存在感 气质上的碾压感 连带着那一身普通的衣服都仿佛在宣示着某种材质上的特殊 武康安没来由察觉到了一股压迫感 下意识的低了低头 为冤看向老板 道老板 两碗面 炒几个拿手菜 切上一盘凉拼 一盘卤牛肉 帝王已经安坐 刚刚玩手机看剧看得正入迷的年轻女生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神来 武康安转过头刚要喊她 却发现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已经跑过去 一双眼睛亮晶晶 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君王 语气甜的让头顶微秃的老板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睡醒 你好 客人 要茶吗 他给始皇帝倒了一杯茶 然后又很勤快的给端来了凉菜 老板发现这凉菜的分量显而易见地膨胀了不少 心里面一揪 安慰自己道 得 亲生的 亲生的 魏渊原本打算带着始皇帝去这里最好的闪菜饭店 但是始皇帝却选择来路边的小店 当年六国的权贵从始至终都歌舞升平 而不知天下将变 百姓过得如何 国家如何 从小处才能清晰 所以随便找到了一家店 始皇帝回忆刚刚路边见到 现代人的行为 面色如常 本身显得略有些帝王凉薄的嘴唇微微勾起 路出一丝微笑 他的母亲是曾经容貌在邯郸传唱的美人 他的容貌自然出众 汗手道 多谢 五童心脏都忍不住加速跳动了下 现代人心里早一头就死掉的小鹿吃了血脉一样 疯狂撞击心脏 不 这已经不是撞击心脏了 这几乎是在他心里面蹦迪 砰砰砰的控制不住 难得多少年以后再度体会到一见钟情感觉的 五童鼓起勇气 道 能 能不能加一下你的微信 我 我想 少女的芳心 懵懂的爱情 啊 这是诗人们歌颂的女神手中最灿烂的花朵 而此刻正要美好的开放 五童钉着眼前那君王 忍不住畅想未来 一只手直接拦在前面 他微微一愣 魏冤面不改色 道 不好意思 不行 我们要吃饭了 五童张了张口 看到对面的使皇帝已经收回视线 不知为何 没有敢再开口问 只好离开 心里叹息 咕弄着道 真的是 怎么跟个保镖一样 管得这么宽 你谁啊你 魏冤坐下来 看了看嬴政杯子里的茶 和自己空空如也的杯子 长叹了口气 使皇帝陛下还是陛下 刚刚那小姑娘直接把她为侄己狼渊给选择性忽略掉了 怎么说 哪怕是普通人的打扮 气质这一块也捏得死死的啊 不愧是我家陛下 JPG 魏冤叹了口气 看着使皇帝似乎对周围的环境很有兴趣 迟一了下 开口道 老大 我先去联系一下朋友 给你准备一下现代用的证件之类的 使皇帝汉首 因为在商鞅时期就有了身份证的雏形 他很快明白过来 汉首道 应有之理 魏冤登登登走出去 这一次直接打了个电话 很快猫猫头老天师就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张若素似乎松了口气 道 老道刚才得到消息 地铃出了问题 失踪了不少修士 其他人也没有了记忆 没有找到你 还正担心 你没事就好了 失踪的人 自然是掀起了乱世 死于地铃机关和秦军战友下的修士 研究员们当然没有受什么伤 魏冤心里有些歉意 道 我没事 只是有件事情得张道 有你帮忙 我那博物馆那边 麻烦道有你派一批修士 在附近重新改装一间屋子 我记得是有擅长修建这类生活法术的修士的 关于墨加纳丙剑 唯有直接得到剑的方法 只是需要一定时间 张若素一证 若有所思 未冤道 还有 我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证明 需要咸阳城这边的行动组帮忙解决一下 张若素点了点头 带着一丝玩笑道 是为了哪个前修的修士吗 是想要得到墨加纳丙剑的消息 后再问老道这件吗 什么时候也这么客气了 他笑道 哈哈哈哈 你这小子 从地零出来以后说这个 老道都差一点以为你是把哪个活过来的兵马俑给搬出来了 未冤恶然 无声你怎么知道的 张若素笑容将了下 道 未冤 你没有把兵马俑带回来 对吗 未冤 无声他道 你猜 问号问号叹号 老道是只觉得眼前一黑 心脏都重重跳动了下 好一会儿 任命般苦笑着叹道 好吧 好吧 你都认识天女了 再挖出一个活着的兵马俑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老道的心脏都已经给你锻炼出来了 早就见怪不怪了 说吧 是谁 老道扛得住 哪位大秦的大良造将军 还是少上造 魏冤道 你再猜张道友 大胆一点 张若素沉默了下 试探着道 某个大将军 魏冤摇了摇头 道不对 低了 张若素声音都有点发干 道 你把蒙田挖出来了 魏冤不满道 什么叫挖出来 那也是带出来 而且你猜错了 张道友 不是蒙田将军 他鼓励道 你再猜 大胆一点 不要怕 网大了猜 比蒙田还大 地灵 魏冤道 试试 咔嚓 哐哐哐哐的声音 从对面传来 好像是某个人 直接不小心装翻了桌子 而后就是阿璇的抱怨声 最后变化成公式化的女性声音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sorry 了 吐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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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哐哑m